歡迎光臨 好多人 多兩位 謝謝 老闆娘拿著英語菜單 用流暢英文推薦招牌菜 第一是雞蛋 雞蛋 第二是雞蛋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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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味 所以我給我雞蛋 還有雞蛋 雞蛋 謝謝 謝謝 歡迎 全英語式的服務 這就是獲得英語服務標章 金紙獎的優良店家 其實我覺得我開這個餐廳 就是憑著一副熱誠 我跟我的合夥人 吳建興先生 從七年前 我們從一無所有到現在 已經下個月要開第三家店 再六家 這個謝謝 全國英語服務標章認證活動 共計16個縣市 1376家廠商參加角逐 最後新宿縣以琳達廚房 浦育擂茶素食 麗質園客家菜餐廳等八個金紙級店家 以及77個銀紙級店家 永奪台灣本島第一名 金紙級商家也親自分享魯克小秘方 親切的微笑和服務的熱誠 就是最好的招牌 我們用的食材 盡量用在地的 我們的服務盡量用在地的 今天不是結束 是開始 是任務的開始 是國民外交的開始 新宿是一個地方 是一個歡迎的地方 人們很熱 人們很友善 人們很友善 你可以去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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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可以去山上 每一切都需要 在新宿縣市場 市場重視優職商家 親自受贈頒獎 免利店家要繼續努力 讓更多外國旅客 能夠享受到 冰至如歸的親切服務 在地的產業 在地的餐食 蔬果 能夠做出好的品質 不管是國際的 我們很多的朋友來 就要服務更好 服務更好 品質要更好 衛生要更好 營養也要更好 使得我們金牌的招牌 智窗的品牌 能夠繼續向上提升 為了要讓民眾更清楚 得獎店家資訊 縣府特別印製小本的 導覽手冊 詳細記錄店家資訊 和招牌餐點 吃喝玩樂資訊 只要跟著導覽手冊走 一切都搞定 這次有13個鄉鎮 但只有6個鄉鎮 有參與這樣的商家的輔導 所以明年我們希望 跨到13個鄉鎮 所有的商家 都能夠得到 金職銀職的獎證的認證 讓我們成為一個健康城市 一個友善 外國人的一個友善城市 獲得認證的優質店家 除了可以透過 縣府官網查詢之外 行政院研考會 還結合Google Map搜尋平台 遊客只要在Google Map上 輸入獲得 金職和銀職級的店家名稱 就可以直接找到定位點 擴大國際服務力 商家一比通 國務百分百 讚啦